以趙咖的味道為主題的 2016寶桑銀展 1月8號在鐵花村舉辦成果展 學生們一共拍攝七部紀錄短片 真實呈現台東多元族群 飲食文化背後故事 台東大學期待寶桑銀展 能培訓更多在地影像紀錄人才 不送這個字 事實上就是台東的古地名 所以寶桑銀展是不送銀展 也就是台東銀展 那我們讓這樣的一個每年 這樣的一個紀錄片製作相關的課程 讓它累積 讓不同的族群 讓不同來自不同地方的學生 透過不斷的練習 然後把這個台東地區 累積一個各式各樣 各種主題 各種人物 各種故事的一個紀錄片 像是南達嫂家 吉普尤馬養生草這兩部紀錄片 影像各自呈現 台東原住民族飲食文化傳統智慧 我外婆是貝南竹 燒酒精裡面 他們會放他們貝南竹 才有的那個草藥 然後我就很好奇 這個草藥有什麼 就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怎麼拆啊什麼 然後就去幫他 然後就是一邊順便就是學習 就是怎麼製作這樣 南達嫂家我們的廚房 派出來的結果 比較偏向是家的概念 就是呈現出就是 他在部落十幾年的時間 然後跟現在還有我們 形成一個三個時代的所有 以食物當作認識在地文化媒介 詳實記錄人與土地之間的情感連結 同時也探討食安問題 及在地人文故事 台灣大學期待能透過寶桑影展 喚起更多人更深入 認識台灣這塊土地與族群 記者本期到台灣台東市台網報導 也好 如果您有 Rosie